我们来看制造题 制造题考察我们进程间通信的方式 首先我们进程间通信有D级通信方式 就是我们的PV操作 通过信号量去控制进程间对资源的一种申请和释放 那么还有我们的高级通信方式 高级通信方式有共享存储的方式 有管道通信的方式 还有我们消息传递的方式 那么我们消息传递的方式就是我们进程间的数据交换 是通过一个格式化的消息为单位去进行传递 那么进程之间通过系统提供的发送消息和接收消息的原语 进行数据交换 那么消息传递这种方式有直接通信的方式 就是他们两个直接进行消息传递 那么也有间接的通信方式 就是我们的发送进程把消息发送到某个中间实体上 那么我们的中间实体再把消息传递给我们的进程B 那么这种中间实体一般就称为信箱 那么这种方式就叫做信箱传递 所以我们体干中的信箱通信 它是一种间接通信的一种消息传递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就是我们的B选项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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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